羅宋麵包烤到金黃油亮奶 香味肆意看起來超級美味 但熱量也很驚人 就有營養師自爆 有一次他太餓了 買了一顆羅宋麵包來吃 隔天站上體重機一量 僅胖了0.5公斤 讓他嚇壞 常被拿來當成早餐的麵包 其實暗藏熱量 其中的油脂量排第三名的 舊筍奶酥麵包 一個平均有21.3克 第二名則是巧克力麵包 第一名是含有美乃滋跟肉松 油量爆增的肉松麵包 傳統的台式麵包 就會比較油吧 不只油脂 有些麵包的含糖量也很高 其中草莓吐司平均就含有 兩顆方糖 巧克力三顆 冠軍的紅豆麵包 一個就有六顆方糖 麵包要嚴選 注意油脂量跟含糖量 到早餐店購買也是一樣 像是漢堡 因為含有加工的肉排 麵包又塗美乃滋跟沙拉醬 熱量就偏高 中式飯糰也是一樣 一個就逼近619大卡 等於吃掉一袋的鹽酥雞 那以小飯糰來取代大飯糰 以紫米取代糯米 那裡面的餡料 盡量以蛋 瘦肉 及蔬菜去取代 營養士建議可以選擇 像是蔬菜蛋 餅 饅頭 夾蛋 相較於漢堡飯糰 油脂 熱量較少 能夠吃飽 也不會一早就陷入肥胖地獄 這成功人家景城台中 採訪報導